把大家敬一敬 武道口圈服务部署 车门致电要礼貌 自信微笑来介绍 核对餐品不可少 双手成绩很重要 在想咱们是不是以前没有珍贵一个外国人送外满 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吧 我在等我的第一单 十点半来了 开始开工 收到 好 走 这 就是这里 这里吧 到店了 三层 二层 那二层 刚才接电梯了 每端13号 好 你给我对一下 谢谢 那我出院 对对对安全 好 我看那个地址 哇有点远 哇塞那么多吃 你好 好 美团外卖 好的 给你 你可以对一下那个产品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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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就感觉那个顾客有点不满 又不看我的脸 又不说谢谢 只到了大概半个小时 他就拿了 我还是非常对自己不满意 走走走走 现在有9号单 谢谢谢谢 好慢走 1001 嗨你好 这个 这个 谢谢 对可以喝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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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怎么说祝你餐一块 不好意思 我忘了 因为我用英语说 因为我中文就得 说不喜欢这个 不好意思 祝你用餐一块 可以帮我堆一下菜吧 那好的 那我可以求人 太累了 太累了 非常感谢 8762 祝你用餐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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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一个满意的苦客 就感觉是有点 不是 跟苦客我通常看他的那个笑容 我看他的那个 这种感谢 我觉得 就是一切值得 今天很多人没有那么注意我的 挺好的 可以 好像好了 那看起来挺好吃的呀 真的饿死了 天天送很多蛋 然后都看吃 然后自己不能吃就很难过 对 习惯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 什么在做这个 这个肚子相对来说 稍微小一点 对吗 每天要送多少蛋 每天40以上 多少 多少 40以上 40以上 每天不会低于40 那我刚才送了六蛋 我还差34 现在五点多了 现在为止我现在一点 需要智商比较高 而且快速反应能力非常高 就是你应该 不仅是你快速反应 还是你的学习能力 因为你经常会收到很多单子 比如说两三个 然后同时你要做一个非常快的决定 到底先去哪 去哪一个菜 然后送到哪 这个是到现在 然后马上要去晚上的那个高峰期吧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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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美团外卖38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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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在楼下 好好好 你要呀 对对 选你来个女班 还有我这个 好吧 有三个快 谢谢 要 发票 走开发票 你好 美团外卖 好了 好谢谢 收到 收到 先收到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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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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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想 送餐一块 拜拜 好 干击 3520 3520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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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是我 不好意思 是 是3520 谢谢 谢谢 好 泳村一块 谢谢 谢谢 好我走了 您好 您好 我的船路 你我的光拍呗 您好 我是美团外卖19号 两个单从一个地方 您坐 您好 我是外卖 我刚才不好意思 知道了一点 知道了半天 不好意思 我在楼下 我上去还是你下楼 你上来吧 六楼 好好我过来吧 嗯 我的天 我要泡六 六层吗 你好 你好 你是 0139 0139 好 你评认一下这个是你的餐 好 好 行 有算愉快 我先来吃以色列 不好意思 我还有一个单子 我要赶紧走 拜拜 拜拜 小心 小心 没事 送餐 送餐 老外中文 都为了服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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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七楼吧 好 我上去啊 你稍等一下 不让上 很快 哥们 真的很快 他不让我下来 现在麻烦你真的很快 哥们 你跟我一起上 非常感谢 非常棒 麻烦你了真的 谢谢爸 谢谢 谢谢 什么 滴酒 我得担起其他东西 你怎么这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是快 是赚 为什么你干了 为什么你吓得中 因为你我觉得我会会迅irl 抱歉 抱歉 是我爸 老爸 他骗我 我把老爸真的疯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你老爸又可以这样跟你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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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个工作需要那么多的能力和技巧 做一个以色列人我们也挺重视那个工作 今天发现这些中国人可能是在全世界最拼 我们最努力的一种民族 我觉得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这个行动 当一个订单到你手上之后 要对这个订单负责 对于这个外卖 可以这么说 它是蛮辛苦的 有些时候它是超时了 真是迫不得已 希望顾客能多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业吧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视频给我的外卖朋友看 外卖 快递 这种服务类的工作 工资也不一定那么低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外国人也去体验 我们今天成为了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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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夜半 夜半大家 今天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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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